今年来,要说在NBA谁最不幸运,我相信球迷朋友都会想到,曾经的地表最强175托马斯,两个赛季前,托马斯还打出了绝对巨星级别的表现,场军共享29下6,但是今年休赛期就沦落到无球可打的地步, 最终只能比新加盟绝金队,小托马斯的不幸遭遇只能怪他的大嘴巴子,这不在新东家还一场比赛没打,落魄比新巨星又开始飘了,真是作此啊近日,还在仰伤期间的小托马斯,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又开始大眼不惨,他表示球队主教练迈克尔马龙希望他成为更衣师领袖,先不说迈克尔马龙有没有对他说过这话, 小托马斯是真的已经把自己当领袖了,他甚至直言绝金的球员都应向他学习,因为他曾经在凯尔特人展示过自己,这是其他人不曾有过的经历,小托马斯签约绝金以来还没有上场参加过比赛,在自己经历伤病的前提下,托马斯不知道哪来的自信, 好严单当球队领袖,自己能恢复几成功力还不知道呢,而且现在外界普遍愿为绝金的领袖是约基奇,约基奇的表现也配得上球队领袖,约老师本赛季场均出战30分钟,可以贡献21.5分,10.3篮板,6.8助攻,1.2场段一改冒,表现非常全面, 在他的带领下决金队伍上一副高牌西部第二,约基奇也是MVP的有力竞争者,试问托马斯拿什么和他争求的领袖,不过这些话从托马斯口中说出来一点都不奇怪,就很符合小托马斯的一贯风格。 凯尔特人时期的托马斯就口无遮拦,他拒绝了绿军开出7000万美元的续约合同,并且还雄心勃勃方化,球队之后会用以卡车的美金来跟自己签约,结果最终被球队交易出去,离开凯尔特人的体系。 托马斯防守端的路动更是被无限放大,成为球队的累赘,一年间年转骑士。 胡人,今年夏天无球可打的小托马斯,甚至曾经公开请求凯尔特人在给予自己一次机会。 不仅如此,小托马斯今年夏天,曾在美国名字凯文哈特的电视节目中表示,自己是联盟前五的顶级空位,另外四位分别是斯蒂芬·库里·威少·沃尔·利拉德。 如今看看这四位后卫德的表现,斯蒂芬场均得分都超过二十分,库里·莉拉德更是超过三十分,名单之外还有沃克、欧文、洛瑞、暴罗等全明星级别后卫,论个人实力。 颠崩时期的托马斯估计前十都排不上,更何况中山海未归来,小托马斯真是牛皮吹大了。 个人觉得,托马斯要认清现实,哪怕是少于回归,恐怕他在绝境的日子也好不得难去。 球队目前战绩一路飙升,肯定不会心意变动阵营,而且球队已经将更年轻的穆雷是维伟来核心,后卫线上还有哈里斯,巴顿等实力赶将,托马斯自己防守形同虚设,他现在真的没有和年轻球员争的资本。 球队是维图的资本。